好 不過我們回來看 現在全世界都很緊張 我們看到WHO已經列為緊急事件 所以全球都在撤僑 當然 中國不讓我們撤 但中國也不讓德國撤 為什麼呢 其實這一次它撤僑的部分 有很多國家都派了飛機去了 那當然派了飛機去 像有些國家還是派軍機 那有些國家是派貨機 像譬如美國 他就租了一架貨機 然後把這些人送到美國的阿拉斯加 在阿拉斯加先檢疫 檢完之後送到本土March空軍基地 結果有人說 為什麼要送去March空軍基地 本來是要送去安大略 加州洛杉磯附近的安大略 但是結果美國決定 把他送去March空軍基地 為什麼 因為空軍基地這個地方 好用在哪裡 所有人下車以下飛機 通通隔離起來 隔離三天沒有問題再放你走 但是你到一般的機場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只有空軍基地有辦法做到這樣 對 然後那當然 還有很多國家也想要撤僑 像譬如說土耳其等等這些國家 英國 法國 有些國家是派專機 有些國家是派包機 派軍機 也有派軍機 當然德國最近就想派軍機撤僑 不過因為前一陣子 德國對大陸有很多諸多指責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上面 大陸就說不行 你派軍機 你的軍機上面萬一裝了什麼東西 武漢又是我們的軍事重鎮對不對 那你來要是什麼東西 幫他去偵測軍情 對 當然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像你如果說利用軍機 或甚至你用商用飛機上 裝置一些這種偵測設備 因為你飛機落地 會有地勤上去幫你處理很多 包括水 補給這些東西 到時候看到一些怪怪的東西 一通報 結果一查 結果是真有歧視的話 那你就完了 你就換了 但是地勤怎麼可能會看到怪怪的東西 地勤就是有怪怪的東西 你看不懂 不是 通常他會看得懂 你一天到晚在摸飛機的人 你就會知道 這個東西一般的飛機上不應該有 對不對 安檢的人一定懂 但是中國怕德國派軍機 去偵測他的軍事基地 就是找一個說法 不讓你派軍機來 你要來你就給我派商用包機來 他其實就找個理由 那武漢真的是軍事重鎮嗎 其實武漢真的是 因為第一 武漢的話 你以它現在整個 中國大陸大戰區的分部來看的話 你說要台北混得通 你要東西南北中 這個中的位置特別重要 它現在就是中部戰區 中部戰區的武漢 那個就是湖北省市 在中部戰區的轄區之內 當然以整個湖北來說 其實武漢三政 它還負責就是中國大陸很多 包括像火箭研發等等 例如像你看 我們這邊上面有講到 第一 北斗衛星導航 北斗衛星導航在武漢研發 對 北斗衛星導航的開發等等 也都是在武漢這邊進行的 另外它後面還有這個叫快舟火箭 快舟火箭 它前一陣子做了一件事 叫打了一箭雙星 什麼叫一箭雙星 不是說你今天射一個火箭出去 可以打中兩顆星 其實它一顆火箭上面 它就帶了兩顆衛星 實際上一箭雙星 目前從中國大陸技術來講 還是科技的 我記得大概三年前 他們還做了一件事 打一箭十六星 就一顆火箭上去 打了十六顆衛星出去 為什麼 這個就是充分利用到 中國大陸它現在已經 相當成熟的彈道飛彈的 分導彈頭的技術 也就是說它現在譬如說 不管是像什麼東風41 什麼那種 它一顆出去 甚至於它一個彈 它上面 它可以帶十個到十多個 所謂的叫重返大氣載具 所以你看這樣一個快舟 這樣一個火箭上面 它上面就一箭雙星 事實上我剛剛講 之前還有一箭十六星 今天還不只今天打衛星 一箭十六星 它現在還在這個地方 一個研究所在做研發什麼 叫做天地往返飛行器 就是大陸所說的空天飛機 空天飛機 其實就很類似以前 美國的太空梭 這個東西 美國其實也跑在 也不是跑在後面 美國他們之前有測試 那個什麼X37B等等 就是地球 那個環繞地球的無人載具 一環繞地球環繞個 這個兩百三幾天才降落 這個天地往返飛行器 就是大陸所稱的這個空天飛機 其實它的角色就是希望能夠 發展類似像美國的太空梭技術 因為你今天你火箭發射上去 其實是要丟掉的東西太多了 不是說每個國家都能夠搞出 像SpaceX那種發射上去 東西送進地球軌道 然後火箭體還能夠回來降落在地面 即便回來降落在地面 也還失敗過好幾次 所以空天飛機相對來講 會比火箭要 也在武漢 對 也在武漢 然後另外其實你看 它還在這個地方 包括像中國大陸造潛水艇 潛艦 中國大陸造潛艇的基地 其實也在武漢的造船場 想不到吧 為什麼 因為長江很寬很大 萬噸的船都可以到武漢三陣 所以你說潛艦建造完成以後 在武漢下水 或是說它在潛艦在武漢地區 它做一些包括細部的設計 或是模組化的施工 或設計跟建造一部分 然後最後可能完成的部分 再到那個 拿到下游那個 江南造船場去進行組裝完工 這也是可能的 從軍工業分工的這個角度來說 是可以的 再加上其實武漢本身 我剛剛講 它的那個水域非常的大 然後萬噸的這個輪船 都可以直達武漢 那你說一艘潛艦來講 那當然它後面的那個 大型的彈道飛彈潛艦 越做越大 那未來那個 像比如說他們說091的改良型 091是核子攻擊潛艦 是在這個地方建造的 然後也在這個地方進行改良的 那另外像他說094的改良工程 也在這裡做 但是我們講到就是說 今天不管這個核子潛艦或等等 它代表其實整個武漢三陣 因為它剛好 為什麼說其實也是這次 那個疾病散播那麼快的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其實是中國大陸 內陸的一個交通重鎮 所以就是說 今天如果所有這些武器裝備等等 由各個省區的那個衛星工廠 生產以後送到武漢進行總組裝 或者說再由武漢移到更下游的 更高階的這個組裝廠來講 它其實是可以做為一個 分工下的一個很重要的轉運點 像大陸人就做統計 他說如果今天從 譬如說從東南往那個 西南往東北走 他說你再怎麼規劃路線 一定要經過武漢三陣 所以你看武漢三陣 在中國大陸的這個 內陸的運輸位置 可以說非常重要 它是一個必經要道 對 也還不止 我們剛剛講的不止這些 還不止這些 對 不止這些 還包括去年像大陸閱兵的時候 它展示了一款新的 叫做東風10的一個飛彈 東風10的這個飛彈 擠進東風系列 大家就會覺得這個飛彈一定是 這個地對地的彈道飛彈 不是 這個東風10這個飛彈 應該是一個 長射程的一個巡翼飛彈 它這個巡翼飛彈 射程超過1500公里 也就是其實大陸之前 在上一次 上一次月邊的時候 他們就說要展現像那個 油轟炸機在這個長箭石等等 射程超過1500公里的 巡翼反艦飛彈等等 這個東西他們現在把它 用來裝在車上 然後可以發射這個叫做 東風10的巡翼彈道飛彈 而且這個彈道飛彈 它發射出去 以它現在的攻擊能力來講 巡翼飛彈就是要能夠 貼在地面 然後沾山谷 鑽你這個大樓之間 這個兩隻 攬洞大樓之間 這個空隙要能夠飛 所以它這個本身 它這個彈道飛彈這個技術 其實在這裡 也已經相當成熟了 那今天還不只 所以包括像三江航太集團 像中國航天集團都在武漢 對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都有 包括設置研究所 或甚至於一些相關的裝配廠 那我們剛剛講到 甚至於你說像這個 它在這個地方造船廠 也還甚至於負擔 它現在一些航空母艦 一些設計的工作 當然總設計的工作 就我所知是在北京 就是它北京的那個 它的一個造船設計 設計部門在那裡 但是其實它後面 你一個總設計部門 設計完之後 它會有很多的部分 包括模組等等 要由各個廠區的 各個地方廠區的廠區進行 武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這個角色跟位置 好 想不到武漢還是軍武重鎮 不過回到這一次的武漢肺炎 資本市場的反應是 防疫概念股漲翻了 是的 你知道在日本 有一家公司叫川本產業 它是專門做這種 所謂防腐衣跟口罩的 你知道它年初至今漲了多少 年初以來交易沒有幾天 因為它沒有過年 你知道它漲了多少 它漲了749% 749% 對 幾乎一天之內 因為它沒有漲年長 一天可以漲22.64% 是很兇猛的公司 川本 對 川本 當然演證到台灣 台灣事實上沒有漲到這麼多 但是其實它在官方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的防疫概念股 這一波也漲不少 譬如說像是做口罩的恆大 我們來看恆大 恆大漲45.27% 今年以來 美德一漲89% 毛寶漲68% 康納鄉在今天 大家還打架 為了口罩打架 漲了44.34% 但漲完了嗎 如果來看歷史經驗 2003年SARS那一波 恆大漲1.54倍 美德一漲1.42倍 毛寶漲超過一倍 康納鄉漲了46% 如果以2003年SARS那次經驗 似乎還沒有長完 對 因為我們要這麼說一下 以前那時候 我們還會戴布口罩 但是布口罩根本沒有效能 那這次我們醫療級的 這個口罩其實蠻多的 這是醫療口罩 不過那一次大家都在搶N95 N95 但是現在因為N95那個時候 是證明今天是 你根本不需要那麼多 所以大家是 N95用得很難取得 價格又貴 所以大家是用布口罩 是布口罩沒有用 可是今年大家學乖 因為這個醫療口罩很好用 可是不要忘記 醫療口罩如果你是長期使用 你只能用6個小時就要拔掉 一天如果你在外面曝光12個小時 你要換兩個 所以也就是說 這次的這個流動性 更快就不需要不斷的生產 所以這股價恐怕還在漲一陣子 那特別的事情 還離上次的高點還有段距離 不過講到這件事情 口罩真的很難尋求 你知道在大陸 大陸有一個叫做湖北仙桃鎮 他是專門做這個口罩的 那他那邊價格很便宜 兩毛錢就一指 那當然你想說 那這東西很便宜 為什麼大家就會說 那是不是很好 結果有人就進去看 嚇到了 這是被狙擊的 鮮桃口罩工廠 而且是兩家著名的醫療級的 為什麼這個直擊 因為他們這個產量很大 你看表面上看起來很乾淨 做得很棒 可是你仔細看附近 這個工人直接用手 直接拿走的這個口罩 沒有防毒 你看周圍是沒有防毒的這個 你看一隻手在那邊弄 他沒有防護 完全沒有防護衣 手也沒有帶 而且中間還被派到說 還有一些垃圾垃圾 垃圾在旁邊 簡直嚇死人了 而且重點事情是什麼 他所用的東西 基本上是回收的 而且這些東西 回收的 裡面有一些物質 要保護他這個 我們說材質要好一點點 那竟然是有回收回來 他說兩毛錢你能怎麼樣 你要求多少 結果你知道嗎 因為這次是在供應太急了 所以有些地方買不到的時候 你知道在路上 看到什麼畫面嗎 直接拿水桶當作這個 你知道水桶是塑膠的 直接拿水桶當作那個黃腹 甚至在這個大的交通重鎮裡面 為了避免人接觸 直接帶塑膠套 我們來看一下 防護亂象 有人用水桶自製的 自己DIY的 因為他真的買不到口罩怎麼辦 他就把水桶套在頭上 然後自己弄兩個孔來呼吸 然後噴箱打開可以呼吸 這個最誇張 這是柚子皮 用柚子皮自己做的 用衛生棉做的 用塑膠袋做的 對 這個不好吧 這個最強悍的是 沒有用 那最強悍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有個尼固 你知道我們知道 魚缸有那種圓形的有沒有 就像太空人穿著那個 戴著那個太空罩 直接有人直擊到 就是和尚跟尼固的 直接拿那個養魚的魚缸 直接套上去 在路上把它照 真的是亂到也可以 有太空缸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